有人说,中国探月技术落后美苏40年 理由是,他们在40年前就完成了我们今天的成就 你们同意吗? 大家好,我是熊猫,一位把科普丹故事讲的作者 这是我嫦娥系列的第五期 嫦娥5号终于平安回家了 熊猫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些沸腾 但是每次在这种时候,总会有那么些人 拿嫦娥5号和苏联探测器对比 和美国阿波罗号对比,和日本随鸟2号对比 甚至有人因此的诸结论 中国探月技术落后40年以上 说实话,熊猫看了也是十分无奈 这样的结论,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敢这么说 因为他们在无形之中,已经慢慢掉队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一期,熊猫就用硬核的科普给大家解读一下 我国探月工程是如何用最小的代价 突破一个个记录,最终完成大梦想 以及背后一个感人的科学故事 所以,本期视频依旧热血 大家可以先点赞再观看哦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中美苏三国的探测器取样对比 苏联探测器月球16号结构比较简单 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美国阿波罗11号则分为服务舱、指令舱和登月舱 其中,登月舱也是分为上升器和下降器 而长尔5号和美国阿波罗11号有点相似 分为四个部分 取样后,上升器带着样品 与在月球轨道处的轨返组合器进行无人对接 对比三者结构,我们有了一个最低处的判断 苏联月球16号结构最简单 这是因为它的任务也是最简单的 但探测器取样后 上升器脱离下降器 直接携带样品返回地球 而美国阿波罗11号则是登月舱降落到月球 人工取样后 宇航员携带样品 驾驶上升器与在环越轨道的指挥舱进行回合 而长尔5的基本流程与阿波罗11号相似 着陆上升组合体落月 取样后,上升器自动上升 自动对接环越轨道返回轨道组合体 经过对比结构和流程 我们就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单纯的探测器对比 长尔5号比苏联月球号结构更先进 流程更复杂 所以说长尔5的记住性比不过月球号 这根本是无机之谈 第二,探测器与登月舱对比 我们必须实施求是 登月舱整体难度比长尔5号要高 但长尔5号也并不是全部落后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长尔5号技术难度上 并不是全部落后阿波罗号的 比如在环越轨道上进行对接的环节商对比 由于阿波罗号是人工驾驶上升器 它与指挥舱对接的各个环节 是人工干预的 而长尔5号所有过程 全部自动化完成 其要求的精度和难度更高 长尔5号对接系统的技术负责人 就描述了这样的难度 所有的对接全部咒 要在21秒内完成 1秒捕获 10秒校正 10秒锁紧 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可以说 长尔5号面临的情况 是用失之好理 差遮千里来形容 不存在人工可以协调 也正因为如此 对接的研发团队 做了35项故障预案 以确保对接顺利 实际上 除了无人自动对接外 还有很多创新 也是阿波罗号不具备的 我留到后面再给大家介绍 总的来说 单纯从对接的技术难度上 长尔5号是略胜一筹的 看到这边 我相信有些小伙伴一定会好奇 既然长尔5号又不是登月舱 为什么不像苏联月球号那样 简单直接 反而要像阿波罗号那样 搞得如此复杂 这就要讲到第二点不同了 1.技术成熟性 美国登月是在冷战时期 耗资巨大 登月的风险性高 单单后期的阿波罗计划 就花费了250亿美元 至今美国也无力为绩 而长尔系列探测器 目前成功率达到100% 在成熟性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而这种成熟性 是体现在长期规划上的 我们仔细对比一下 阿波罗号和长尔5号的结构 你会发现 长尔5号就像一个 迷你版的阿波罗11号 着陆器和上升器是缩小版的登月舱 返回器和轨道器 类似指令舱和服务舱 为什么这么相似呢 大家脑海里有没有灵观一闪 我猜有些人知道了 但还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实际上 我们的长尔5号结构 就是按照登月的结构标准来勾造的 它的目标不仅仅是挖土 在我们欢呼的时候 其实我们科学家的目光 已经瞄向了未来 那就是为未来的登月做技术验证 可以说 它承载的目标 远超一般的探测器 根据我们太空探索规划 月球计划分为三大步和三小步 三大步是指三个阶段 探 登 柱 而探月工程也分为三个小步 绕 落 回 这里每一步都是紧密相关的 绕月是为了落月做准备 落月是为了返回做准备 而探月是为了登月计划做准备 登月计划是为了月球柱瓦做准备 看到这儿 大家应该理解了吧 探月工程是一环扣一环 虚虚突之 而如此长远的规划 至今只有中国才能做到 甚至要追溯到几十年前 中国探月工程之父 我国科学院议史欧阳自远时代 1993年 欧阳自远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中国探月计划时 还受到了很多质疑 比如搞探月要花很多钱 比如美国和苏联探月很多次了 我们再去已经没有意义了 这种反驳有没有道理呢 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当时美国探月花费将近了300亿美元 而苏联更是被拖进了泥沼 而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 财力很难支撑如此庞大的项目 但是 这种理由实际上是与事实相违背的 因为在欧阳自远提出探月计划之前 很少有人知道 它早已经进行了长达35年的准备 这个准备始于1957年 当时前苏联发射了 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还在搞地质研究的欧阳自远 就率先描上了遥远的宇宙 也因此对天外陨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于次年开始收集陨石做相关研究 最后自成一派 创立了中国天体化学 他研究的天体化学极为高深 甚至打连美国 美国曾经赠送中国一颗月球矿石 但是在当时 多少是带着试探的意思 不仅没告诉我们 这是在哪个月坑采的矿石 甚至连在哪次采的都没说 但欧阳自远却如获至宝 只用0.5颗月让 就做出了十几篇论文 甚至推算出 这是来自阿波罗17号 在70017-291号 岩石里面采的一个小学片 准确无 惊呆了美国 可以说 欧阳院士确实能力出众 加上这35年来的仔细研究 已经形成了科学上的系统准备 为了确保探月工程的可行性 它又开始了长达10年的技术论诊 很多人会说 中国探月工程是16年模一件 实际上这并不准确 正确算应该加上立项 有长达45年的前期准备 真正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 而我国探月的长远规划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2004年 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 并且确立了中国探月史上 最伟大的三步走战略 以及借次培养中国航天人才的目标 而这一年 欧阳自远已经真正70岁了 和75岁总设计师孙家栋 65岁总工程师阮恩杰 组成了中国探月工程的老板三剑客 说实话 他们是真的值得我们敬重啊 对了 关于其他两位的故事 已经在前面的 长河系列科普视频提到过了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确立了战略目标还不够 中国航天人还雄心勃勃地 定了一个原则 别人做过的 我们要做得比它更好 别人没做过的 中国要开头做 这句话到现在看来 那也是舍我其谁的霸气 但这种霸气 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喊口号 而是切切实实做到了 2007年 长河一号被月球捕获 标志着中国探月成功实践 第一个阶段 绕的目标 当时作为首席科学家的欧阳资源 喜极而起 最大的原因是 他的梦想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除此之外 长河一号仅花了14亿人民币 就完成了地理目标 也兑现了他不乱花钱的承诺 要知道 当时这个价钱仅仅相当于 修建北京地铁两公里的费用 用北京两公里地铁的钱 让我们完成了探法月球的梦想 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值得的 有了美好开局后 中国的探月工程越来越辉煌 那些曾经夸吓的海口 也开始逐渐实现 2013年12月 中国长河三号携带月球车 玉途号成功降落在月球 实现了探月工程的第二步 落的目标 并完成关天、看地、策月的三大任务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长河三号完成的三大任务 实际上也创造了几个历史 第一 这是世界上首个实现着陆器与月球车 相互配合进行月球探测的国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美国阿波罗号登月虽然是有月球车的 但是月球车只是作为宇航员的代步车 并不参与探测和取样任务 而苏联虽然有探测器和月球车 但是都是单独取样和探测 也从未有配合过 而我国则是充分利用了探测器 与月球车的协作能力 第二个历史是 它是第一个在月球上看天文的探测器 由于月球上没有大气层 用望远近观察宇宙的效果 比地球高输许多倍 所以世界上许多天文学家最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在月亮上研究宇宙 而这件事中国首先做到了 长额三号搭载的极子外望远近 就进行了天空和星系的观测与研究 也就是三大任务之一 光天 极子外望远近除了光天 还有第二个任务 看地 也就是在月球上观察地球 这也是之前其他国家没有做到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世界第一 侧月 长额三号探测器搭载了侧月雷达 它能够测量地下30米深的土壤层结构 100米深的次表层结构 这在全球上依旧是头一回 然后我们回想当时吹过的牛 别人没做过的 中国要开头做 此时是不是已经实现了 所以看到这边 你还觉得中国探浴技术落后40年吗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一下 但熊猫要说的是 长额三号绝不是中国航天人创新的终点 2018年12月 中国用一颗原本应该废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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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再回头看 又有哪个国家感受在探月技术上完全联系于我们 不仅如此 很多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始掉队了 以实力最为强大的美国为例 当2004年中国开启探月工程时 美国布什政府也提出重返月球计划 规划在2020年让美国宇航员重新返回月球 并以月球为基地向火星进发 但是该计划在2010年就被美国政府自己终结了 等到2017年又重新提出重返月球 而其他国家诸如日本、印度、欧盟也曾提出不同的规划 至今都还未实现 时至今日 只有中国才有这样坚定的信念 我们几十年来坚定贯彻太空探索的规划并不断完善 加上年轻的人才体系 都将帮助我们完成更长远探索太空的愿景 所以我们对自己应该更有信心 对我们的科学家也应该更多的信任 本猫提议在我们评论区为中国加油 顺便为熊猫点个赞 关注一下呗 好了 我们下期见 首先 给我们下期见 写你 写我 写 你 写你 我